台湾2012领导人的选战是打得火热 维安工作更是不容马虎 就在半个月内 马英九蔡英文的维安是接连的发生漏洞 不免让人联想2004年领导人选举中的319枪击案 甚至是连盛文的意外遭到枪击 几乎都是在台湾举办重大选举中所发生的 故事描写台湾原住民对抗日本人统治的血泪史 就是这部台湾自制的电影赛德克芭莱 让蓝绿两党参选人在选战开打以来 首度在9月4号晚上同场欣赏电影首映 维安戒备升级 尤其是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前一天到台中站台 遭一名抗议司法不公的催戏女子陈琴 还被推了一把 维安出现了大漏洞 就在半个月前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到高雄佛光山参加祈福法会 一名罗姓男子也冲上台去 随后吓坏了 赶紧把男子驾离会场 甚至陆克自由行刚开放之际 马英九在孙中山纪念馆看展 被一名热情的陆克雄抱 政治人物的维安与亲民之间如何拿捏备受争议 时间在往前倒回到2010年底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 严盛文替好友站台 遭嫌犯开枪误极头部 危案漏洞不止一次 更别说2004年震撼台湾社会的一颗子弹 全水扁肚皮被子弹擦过 送医检查幸好没有危及生命 如今又到了大选时分 政治人物对自身安全认知不足 又想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危安松紧两难 二亚卫视装上的林俊峰综合报道